以来个人的最好停举成绩了 对 那么陆勇今天应该说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呢 只有一把成功是一百七公斤 所以说今天的停举作用来讲呢 要发挥出超水平 对 因为现在抓举跟雷巴科夫差着八公斤 呃 他 雷巴科夫不是主要目标 主要是一辆选手 罗斯塔米 有的左腿磨破了 这是想不到的动作呀 这个动作在陆勇身上出现真是 嗯 有点不敢相信 应该说陆勇呢 是一位敢打敢拼的选手 比赛作风呢 也是很硬朗的一位选手 特别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 当时第二次被判为失败以后 对 第三次 那一把至今让很多中国人记忆忧心啊 对 今天的 应该说从抓举到现在的停举 整个表现还是 不是太理想 对 好我们来看古巴选手赫尔南德兹 也是205公斤开把 这位选手在10年的世纪赛上 当时的停举呢 是210公斤 嗯 是获得了第二名的停举 停举获得第二名 205公斤开把成功 在今年的泛美运动会场 当时他夺得冠军的时候 停举的最终成绩是205公斤 对 但是呢 古巴选手啊 赫尔南德斯呢 今天的抓举啊 表现的不太尽不容易 三次试取只有一把成功 最后成绩呢 才只有一把55 对 好来看陆勇的第二把 这是他的教练王古兴 哎呦 这次翻赞不好 哎呦 感觉这个发力的节奏 就不是特别的舒服 对 这次应该是翻赞的 和第一次比较来说呢 呃 确实盼落两人的感觉 嗯 这两天来了之后 因为每天毛衣转播 也没有在私下跟他聊一聊 这个状态啊 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应该说陆勇呢 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啊 已经打到了212公斤 对 我们这看到这是总教练 陈文斌在告诉 你怎么翻赞啊 这架子要硬啊 等等 现在我们看到这位选手 罗斯塔米啊 嗯 是2012年奥运会 应该说是金牌的争夺者之一了 有力的争夺者 嗯 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确实是堪称惊艳 嗯 但是呢 虽然要209公斤开吧 对 但是呢 他在10年的亚运会上和11年的亚洲锦标赛上都输给了陆勇 对 他个人的这个成绩呢 是才只有365公斤总成绩 但是亚运会的时候365公斤 来看看陆勇的最后一把 我们希望陆勇要挺多压力 嗯 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 在第三次当中呢 成功的提起209公斤的阵勇 现在场上剩下47秒 这个说实话 法国观众的这种热情 特别是对于选手出现了这种不利情况时候的这种鼓励 呐喊 很让人感动 对 不仅是对本土运动员 对 本国运动员 而对其他选手 对所有的运动员都这样 先翻好 好 全力向上 哎呦 这样的情况 在以往 在陆勇身上 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是第一次 我们希望陆勇呢 认真地总结这次比赛的经验教训 在即将到来的东迅比赛当中呢 提高自己的实力 更关键的是在2012年奥运会上将有所作为 那么陆勇呢 在2007年的世界举动锦标赛上 当时确实也表现得不进入人意 总成绩只有363公斤 而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 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394 所以说呢 我们对陆勇呢 应该说还是充满希望 对 呃 今天的这个停举三把失力呢 包括抓举 其实也是只成了一把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 呃 看起来是一件坏事 因为陆勇实际上这个成绩的话 今天可能跟奖牌都无缘了 对 呃 无论是抓紧听局还是总成绩 跟奖牌很可能都没有 任何关系了 呃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变坏 设为好事 我们把这个东西 从中能够发现很多问题 对 那么在轮端运会之前 能够很好地解决它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场比赛 带给陆勇的最大的意义 最大的收获 好 我们来看俄罗斯选手 奥克多夫 208公斤 第二把 哎呦 很可惜 这把有点可惜啊 对 应该是有这实力的 对对对 冲的不够狠 嗯 送上去的时候呢 没有积极的去支撑 嗯 这个选手在今年的欧洲锦标赛上 当时停举 起来了212公斤 我们看到陆勇的教练的王国新 依然在后场 嗯 也在看其他选手的比赛 我想 虽然陆勇今天没有举起205公斤 但是 其他选手的情况 依然是我们这次 市锦赛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 了解细细 了解对手的 整个的 这个状态 嗯 和实力 以便更好地为2012年奥运会 做好准备 对 镜头当中是法国选手 邦内奎 现在出场的是 波兰的 杰林斯基 他的第一把是202公斤成功 现在要到了第二把 208 好的 好的 也是送的不够啊 这个选手的评举应该说也是比较有实力的 法国选手 208 这是他以往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 今天呢是第二把 好的 好的 208公斤 我们第二代的话 他现在的总成绩要跃升到第一位了 378公斤了 这肯定是他以往比赛的最好的成绩 在今年的欧洲举重锦标赛上 他挺起来过208 但是总成绩要378 应该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 他以往总成绩最高的时候 就是今天的欧顶赛 当时是抓165挺208 总成绩373 今天已经达到了378公斤了 并且他还有一次停举机会 我们看到今天应该说 亨奈奎恩的上挺还是非常好的 我的心脏很强硬啊 好 我们来看波兰选手 杰林斯基的第三把 208公斤 哎呀 这样一来的话 停举只有262公斤 对 那总成绩关键也现在输给了 法国选手 亨奈奎恩 他的总成绩只有376 对 但是我想呢 法国选手亨奈奎恩呢 想保持总成绩的 包括停举的 这个金牌地位 还确实有难度 有难度 因为我们看到 一辆选手啊 洛斯塔米呢 依然没有出场 并且罗斯塔米今天抓举呢 到173 所以说呢 应该说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 对 总成绩 这个金牌争夺者 现在屏幕显示 下一个出场的 就是一浪选手 罗斯塔米了 他的开发重量 209公斤 嗯 罗斯塔米出来了 嗯 209 抓举是173 只要起来的话 这一把 总成绩就达到了382 嗯 跃升到第一位 这位选手 也是90后的选手 91年7月23号 出生的选手 哎哟 看他翻站并不轻松啊 嗯 看看上庭 嗯 哎哟 哎哟 他起来了 稳住了 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 209公斤 要知道他以往的 挺起最好成绩 还是210公斤 今天竟然拿209来开把 他在今年的世界 青年锦票赛上 当时是抓168挺 211 总成绩378公斤 获得了今年世青赛的冠军 但是呢 这位选手在 2011年的世界 就亚洲举动 举办赛上 当时只挺起来 201 201 对 结果到了世青赛的时候 就起来了211 钢铃的重量 还是209公斤 那么现在是 切尼耶夫的 第二把 这是俄罗斯选手 这把好像送得有点靠前 现在送得非常靠前 这个步骤有点 Vinat Khedeef 从Russia 第三个选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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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